大家都知道,自从克里米亚经全民公投,并入俄罗斯之后,乌克兰和俄罗斯从此结了两次,仇恨与日俱增, 而美国也借克里米亚问题处处向俄罗斯发难,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制裁俄罗斯,而据消息称,乌克兰还在美国的怂恿下,企图用武力夺回克里米亚,并且向附近派遣了大部分兵力,俄罗斯借此放下狠话,任何国家竟是接近这个区域,然而美国并没有把俄罗斯的话放在心上, 多次联合被约国家在该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,试图已挑战俄罗斯的底线,而近些年来,美俄在背后暗中博弈,矛盾加剧,美国的行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,就在8月12日,美国一艘阿利伯克机导弹驱逐舰,驶入了俄罗斯跨定的禁地,黑海,虽然美国一再生成此次航行,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, 但是明眼仍然能看出来,这是对前段时间俄军跟踪美国一艘军舰行动的报复,俄罗斯官方指出,美军这艘军舰装备,两套宙斯顿反导系统,还可携带56枚核弹头的巡航导弹, 但是美军舰擅自闯入俄罗斯海域附近,并没有事先通报,更没有表明是否携带核弹头,这为俄视为严重的挑衅行为,有消息称,普京命令,俄罗斯黑海舰队已全部进入紧急战备状态,公开表示一旦美舰有越界行为,可以随时向其开火击沉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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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